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黄油吐司加一只猫等于涌动机 白色的实验室内 有两个人待在其中 工人卖力地转动发电动能的电机 实验室的灯泡仍然有些昏暗 发出供电不足的昏黄色 科学家在吃晚餐 就在他涂抹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黄油面包不幸地掉落在桌面上 刚准备的晚餐就这么没了 手气不太好 科学家的眉头明显地燃烧了一丝倔强 他在扔掉一片面包 试探自己刚才是不是确实点背 他在赌博赌自己运气 面包很蒸气 黄油直接翻面着地 没有给他任何捡起节约的悬念 也许是没有吃饱导致的灵感爆发 科学家挑衅地看了一眼家里的大花猫 他抓起猫咪 把他当作面包片一样扔出 猫咪很蒸气 每次都正面落地 既然猫咪和黄油面包都可以保持一面着地 那么把他们反向地绑到一起会发生什么 科学家想到了这个灵感 往猫猫身上绑面包 科学家反向地抓起来猫咪 从半空抛到地面 至此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涌动机出现了 黄油面包和猫咪各自通过自己的属性 实现了貌似永恒的能量体系 有人可能会疑惑 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黄油面包和猫咪在同时下落的过程中 从哪里获得新的动能 目前看来 它们旋转摩擦的生热 乃至阳光都可能成为动能的来源 当然这样的涌动机实业是一种假想 人们总渴望做出超能的能源 在现实中 这个涌动机却是存在缺陷的 第一 黄油属于一种半流动的固体 它随着面包的旋转 随时都可能被甩出这个能量的体系 第二 猫咪非常灵活 它想要从一个捆绑的绳子里脱离 是分分钟的事情 可能用不多时 猫咪就甩掉了绳子 利用黄油的所包含的势能 与猫咪自身的能量实现无限周转 最终难以成立 涌动机的发明是所有科学家的梦想 为此 他们还研究出了多种的涌动机 见过水壶的水被抽出自动流回 无限循环的装置吗 一些蓝色的液体被倒入到这个工具内 很快进入旁边的软管中 导管的左右两侧压强不平衡 蓝色的液体会顺势导入到U型管的上段 等到达到顶点时 液体会顺着这管子 最终回归到液体杯子之中 由于这个装置的左侧一直压强高于右侧 液体上升到顶点后 又可以再次转化重力势能 回归左侧的杯子 涌动就形成了 它的原理本身并没有实现不借助外力的涌动 装置的成立需要外界的环境条件很高 首先软管不能移动远离左侧的杯子太多 外界的压强差的气压要保持恒定 整个实验要一直保持水平静止状态 如果谁想要依靠这个实现永远喝水 随取随用的目的 恐怕会大失所望 如果喝的饮料少到一定的底线 液体的含量总量不足 自留的愿望将难以实现 喝着喝着 里面的装置就不流淌了 不愧是传说中 穿越回来的传奇人物 设计的东西都那么别致 达芬奇这个人包含身上无数秘密 他是当时文艺复兴的科学家 发明家画家 他生前设计无数的草质 其中就有这款涌动机 乍一看一堆的小钢球 一个转轴没什么特别 当人们往空区的一个空档里 放入一个小钢球 它就会开始旋转下滑 并带动轮盘旋转 轮盘的旋转会带动其他钢球下滑 重力势能不断地转化为 推动轮子转动的势能 轮子的转动不断产生新的重力势能 不出意外 这个装置可以一直那么旋转下去 说实话 这个装置真的很耐看 看着不同球的不同变化 看得眼花缭乱 达芬奇的涌动机 其实也是有缺陷的 比如这个转轴的背后的螺旋输钮装置 如果松动了 将会影响轮盘的转动质量 并在某一次损坏中 永远地停下来 钢球和轮盘本身也是不稳定的 如果一次意外中 钢球弹出 轮盘自身受到磨损 这些都将让轮动机的力量消失 这个眼前的玻璃球 里面装满了蓝色的液体 中间的小球被固定在杠杆的中央 末端还有一枚压成的砝码 只要轻轻地推动玻璃球 它自身就在内在的推动力下 实现不断地旋转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当推动玻璃的时候 球里面的液体晃动 产生重力势能 同时小球自身的锁占的体积变少 浮力也随之减少 等到液体因为地球引力恢复到原位 会给小球一个象征的反作用力 小球跟随后尾的砝码 一同被压入液体内 产生更大的浮力 在两种粒子较量下 小球带动杠杆不断转动 中央的杠杆带动外部的玻璃球旋转 这种扭动机的缺陷非常的明显 当玻璃球转动的次数过多 小球也将无法产生足够的力量 带动玻璃球 空心的小球自身是被粘连在杠杆上的 如果胶水出现脱离 小球也会脱落 这是一个弹簧不断旋转的装置 弹簧将重力的势能 转化到了推动轮子的势能 每当弹簧转动一次 自身形成的重力势能 都像抠动一个机关 激发下一次势能产生不断地推 看了这些涌动机的装置 可以统一进行总结 这些涌动机的动力 绝大多离不开地球引力和能量转化 设计者为了做永续的重复装置 这样的涌动设计大多都是原型 在自然界 实际上是不存在涌动机的 离开了特定的动能 那种系统会瞬间地解析崩塌 马克思说 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世界在不断地进步 新事物也将不断代替旧事物 涌动机也是 物质怎么可能能永远地 绕转在一个系统之中呢 永恒的涌动机的幻想 很多时候只会存在于人自身的头脑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